请观赏复陪梅时间 各位观众您好 今天我们这个烹饪教学的节目 前半段也就是名厨名菜 请到的是许进福 许师傅 他要给各位介绍的这道菜 非常的好看 它的名字叫得也非常的美 是梦里莲花腿 这个梦里莲花腿 跟菜的做出来的所用的材料 以及它的形状都非常的符合 那么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所以说我本人要做的一道菜 是比较家常一点的 用银子包的松子肉 这也是一个台湾菜的口味的一道 我最近所看到的 那么很别致而且很好吃 那么等一下广告之后 许进福 许师傅 就来把他的这一道得奖的 他今年的这个美食节 去年的美食节 得到了金牌奖 这道梦里莲花腿 就示范给你看了 各位观众现在许进福 许先生已经到我们这个现场来了 这个许师傅呢 他是做台菜出身 但是他江泽菜也很拿手 不过据他说今天他这道菜 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所谓的创意菜 创意菜只是别人所不会做 而很难得在外面的餐馆里 能够看到的菜 那么也就是他参加比赛的 得奖的一道梦里莲花腿 好 许师傅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你做的这道菜 这个莲花腿 莲花腿是用什么来做 才能叫做莲花腿呢 腿我知道 好像说我们这个有鸡腿 有这个什么田鸡腿 田鸡腿 今天你用的是田鸡腿 田鸡腿的中间的中腿 中间的中腿 好 那现在我是想这样子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不是那么多 所以你是做十人份 但是我想你就示范两人份的 这个做法给我们看好不好 好 先 我等 先把蒜 大蒜 大蒜先把它烫一下 要先壳花 先雕刻 好 然后再 天鸡 好 天鸡 这个天鸡呢 你刚才说是中段 这个不是腿吗 这是天鸡的腿 一个上腿 小腿上面那一部分 你只用那一部分 只用上面那个 好 这个 这个田鸡的腿 有小腿 大腿 那现在呢 许师傅用的是属于大腿 而且呢 请你看一下 他的要把这个大腿的这个中间 中间 顺着这个 他的筋 送着他的筋 给他这样子破开来 破成三片 破成三片 对 从三个方向 对 这个 用这个小的尖刀 给他这个去 插进去 然后往前给他破 破开来 之后呢 把这个筋也给他切断 然后呢 就往下推 往下推 这推好了 就是变成三个半 三个半 中间的是一根骨头 就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 因为这个田鸡的腿的肉呢 一块一块的 像个鸡肉 长得都是一些小的鸡肉 所以呢 这样子 给他分开来之后呢 他这个鸡肉 小鸡肉 还是一段一段的 在上面 然后再把中间的腿 把切一段 那个中间的骨头 拿掉一点 把那个骨头 拿掉差不多 一公分的样子 切掉了一公分多一点 好 然后呢 这个要开水烫过 开水烫过 这个田鸡呢 也给他用开水烫过 这个大蒜瓣呢 也烫过 大蒜呢 差不多要烫两三分钟 田鸡呢 只烫个三四秒 五秒钟不到就好了 好 那么现在呢 就用这两样东西呢 来做这个所谓的莲花腿 这个大蒜呢 为了让它这个看起来 有这个 像这个小莲花一样的 这个有这个瓣 所以呢 要给它这个 用刀子呢 把它先给它 磕的尖尖的 许师傅请您慢一点 做这个 让我们看一下 然后再把它擦在 正好的浮种上 好 这是刚才烫的田鸡 然后就把那个骨头露出来 把这个肉呢 往旁边掰开来 然后把这个烫过的大蒜 已经这个 磕过的这个大蒜呢 就往中间的 这个骨头上插 插上去了 好 插上去了以后呢 把这个肉呢 给它再包回去 好 现在就看一下这个 这样子一共是做了十个 做了十个 能不能再大特写一点 这个 好 这样子真好 这样子看得很清楚 那这个田鸡的腿 就像外层的这个莲花 中间呢有一个莲花的心 这个下面这块黄黄的 我想你会知道 这是打的蛋汁去蒸出来的 蒸出来的一块蒸的蛋 这个蒸蛋的作用是让它固定 固定 好 那么现在再怎么办 现在把这个 中间要一个点缀 中间摆一颗莲花 再摆一颗大莲花 用那个百合生的百合 你现在手里拿的这个是虾泥 虾泥 把虾的剁碎了 然后加了调味的 做一个圆的一个坨 插上生的那个莲花 这个是百合 百合泡好了的百合 一片一片的往上插 插了好几圈 好 我想可以了 就是这样子五片 先插五片 然后在它下面呢 再给它插上这个一圈 好 那么这个插好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个呢是插好了的 五片以后呢 再给它往这个外围 再插一圈 一共插了三圈 它就成了一个莲花了 好了 这个莲花 请拿走 不是拿走 拿到那个菜的这个中间 去放 好 我想你也会知道 这个东西呢 还要再给它蒸 那么这个田鸡的腿才会熟 还有这个虾米的这个莲花呢 才会熟 水滚了才放进来 蒸多久啊 5分钟 5分钟 大火蒸5分钟 好 那么现在我们在蒸5分钟这个期间呢 许师傅还要再给我们做一个 芥菜 芥菜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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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配色用的 是吗 配色用的 嗯 好 这个 好 这个就是芥菜 对 买来的芥菜用比较中间一点的芯的部分 然后呢 用小刀给它削 削成一小片像荷叶一样的 哦 像荷叶一样的这个 这个点缀 好 笑一笑 一面是尖的 一面这个头呢 是平一点 这个你说是荷叶 我倒是觉得它像荷花的花瓣 荷花的花瓣 对 荷花的花瓣 你再修一个好不好 这个不能用外面的老叶子 一定要用这个小的 小的叶子那么才会修起来 它的这个幅度啊 弯度刚刚好 底下呢 给它修平一点 上头有一边呢 是尖一点 好 那么这个就所谓的这个 莲花或者是荷花的 这个叶子的形状了 那么这个呢 现在要给它用开水烫 就水里面要不要放一点盐呢 还是什么 放一点盐 好 盐在这里 锅里的水滚了 那么现在呢 放一点盐巴下去 一方面呢是让它调味 一方面呢 让这个菜会颜色更绿一点 这个要烫个一分多钟 要让烫得烫一点 差不多一分多钟就可以了 一分多钟 好 要一点冷水 用冷水泡 这个一共要多少拌呢 有一定的吗 有时候你要看这个 你那个做了十个 十个这个莲花腿 十个就可以了 做了十个莲花腿 这个要几个 要十片 要十片 十二个要做十二片 十二个莲花腿呢 就要做 莲花腿呢 就要十二片 那么我记得你比赛的时候 中间放的那个 不是虾泥做的 是鲍鱼做的 鲍鱼做的 鲍鱼做的 对 你那个 把那个花 那个花也很漂亮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觉得 这个就是 那么这个中间的这个红心呢 是什么 辣椒切的 好 这个是怎么样 往上包出来的呢 是先从里面包一片 从中间里面包出来的 包出来的 然后一片一片的 把这个鲍鱼给它往外面 对 那么这种花也很好看 这种花也很好看 是用这个鲍鱼包的 今天呢 这个许师傅又用了新的花样 这个好了 新的花样 就是用这个虾泥做的 擦了百合的一种这个莲花 这个会做菜的师傅呢 他这个 就很会变花样 那么 所谓的这个莲花 他会用很多不同的材料 来来这个 卷出来 或者是来磕出来 甚至于来擦出来 这个菜经过这样子一烫 非常的绿 我不晓得你家的电视机的颜色 准不准确 如果是正的话 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真是比玻璃脆还漂亮 真好看 那么这个烫过 以后呢 要在冷水里头给它洗过 洗过呢 也就是泡过 就更加的绿了 而且不会再变颜色了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呢 蒸的够了五分钟了 那么就可以拿出来了 谢谢 谢谢 然后再把这个 要怎样 好 现在呢 就把这个芥菜的 这个荷花的这个叶子 让它站起来 不是放平 而是让它站在旁边 一片一片的 给它插在这个蒸蛋上面 这样子给它 往这个斜着插 也就是修得平的那个面朝底下 那个尖头呢 朝上 哦 我告诉你 真的是 很漂亮 这个 中国菜呢 不但是要好看 还要好吃 不但是好吃 还要美观 所以呢 光是这个蛋跟这个田鸡 和这个大蒜的话呢 这个颜色呢 太接近 所以呢 就用这个 绿的这个芥菜 来给它这个 做一个点缀 好 这个锅里呢 要做一个芡 所以呢 锅里呢 现在烧的是这个高汤 高汤 鸡汤 那么鸡汤里边呢 要加一点盐调味 调味品 盐在那里 好 调味品 好 这个 我没有味素 没有关系 这是酒 酒 有点点的关系 好 等它滚了 那么 通常呢 蒸出来的东西 因为这个味道 没有办法这个吸进去 所以呢 都要靠 淋在上头的这个芡 来做 来这个调味 所以现在呢 就要做一个这个玻璃芡了 我上一次也讲过 这个所谓的玻璃芡 就是透明的 勾了芡的一个汁 好 那么 滚了以后呢 就用盐 给它调 调一点味 当然这个要用很好的汤 当然这个要用很好的汤 这是最先 最要紧的一个条件 汤本身要很鲜美 用鸡汤做出来的很清 很清的汤 好 那现在滚了就可以勾芡了 好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好 勾芡 勾芡以后呢 就可以给这个 如果是这个有泡沫浮起来呢 一定要给它拿掉 这也就是说 要它这个美观 好 这样子一点点下 因为是要透明 所以火不能太大 火大了汤就会浑掉了 好 那么现在呢 全部呢就淋在上面 这个淋的时候呢 要很小心 因为这个摆的东西呢 很容易 如果是太大粒的 一起给它倒下去的话 就容易给它冲散掉 那么已经摆得这么漂亮 所以呢 尽可能的不要给它这个 弄乱了 所以一点点的给它淋下去 好了 够了 好 这道菜呢 实在是够漂亮 这个是梦里莲花腿 许金福师傅呢 今天给我们示范的 这是他得奖的一道 很好看的一个创意菜 谢谢你 谢谢 我希望你下个礼拜 再来一次给我们再做一个 另外的一道好看的 好吃的菜 好吗 好 谢谢 各位观众您好 我今天要给您示范的呢 是银子松子肉 我一开始的时候说 这个是在一个这个台湾酒系列吃的 非常的好吃 而且呢 我觉得这个做起来 或者是做好了 也可以放一阵子 那么你也可以冷冻了 然后呢 要吃的时候呢 拿出来 慢慢的来炸 用的是瘦肉 这个鲤鸡肉 或者是用大排骨肉都可以 那么把它切成很细的丝 你也可以这个 用这个很粗的这个绞肉 如果说自己来切 很麻烦的话 你把它这个 用绞肉也可以 好 这个肉呢 切成很细的丝之后 要把它腌过 好 现在呢 我就把这个肉呢 给它切成这个丝 用大排骨肉 或者是前腿的夹心肉都可以 那么切的时候呢 就是不要太长 这个丝的长度 通常的四公分 像个火柴棒 那么长的就足够了 那么把这个肉呢 都这样子给它切成这个 很细的丝之后 放在一个大碗里头 肉吃起来很有弹性 但是呢 又很嫩 很滑啊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 做的这个 这个东西呢 这个松子肉 它里面放的有松子 所以呢 它的名字 菜名呢 叫松子肉 那么 因为是 现在银子很普遍 所谓的银子呢 就是铝箔子了 超级市场都有的卖 那么有很多东西呢 现在都是喜欢用这种银子包起来 包起来有的时候是炸 有的时候呢 是给它烤 那么今天呢 这道菜呢 是用油炸出来的 所以呢 任何人家呢 都可以做 没有烤箱也没有关系 那么相反呢 你有烤箱呢 你可以把它烤 好了 这个切好了 这个瘦肉 当然也可以放一点肥肉 在里头 不过今天我买的呢 都是全瘦的 那么这个里面呢 要放着做料 有这个 酱油 也有这个 盐 少许 这里呢 是糖 糖相当多 这也许是台湾菜的一个特色 糖 那么还有胡椒粉 另外呢 这里是五香粉 这里呢 是一点这个嫩筋 要让这个肉呢 吃起来嫩 那么这里呢 是酒 还有呢 就是麻油 除了这个以外 要放很多很多的 这个粉 这个粉呢 是加了水的太白粉 这个太白粉 放下去以后呢 它是帮助它滑嫩 那么不一定太白粉 也可以放番薯粉 好 就这些东西放 调味料放好了之后呢 要用手 去抓 然后呢 一个方向呢 去多拌 刚才放了这么多的 汤汤水水的东西 可是呢 当你这样子搅拌 多搅拌了以后呢 它就干干的 硬硬的了 那么然后呢 你要拿抓在手里头呢 多摔 多打 这样的才使得这个肉呢 等一下吃起来呢 又滑又嫩的 好 那么然后呢 这个里面呢 要放的是松子 这个松子呢 在炸货店里头有卖 那么买个一两回来就可以了 用一点这个糖水泡一下 然后呢 就用油给它炸两三分钟 凉了以后呢 就是脆脆的了 这个放多少 并没有一定啊 那么放几颗在里头 好 现在呢 就把这个拿来给它包啊 拿来包 包的时候呢 用的是这个银子 这个铝箔子 这铝箔子呢 给它这个 剪成这个十公分长 十二公分宽 那么用这个刷子 把这个油呢 刷一点进来 这样子呢 等一下这个 吃的时候 要打开起 就很方便的 那么这个里边呢 就给它包上一汤匙多一点 一汤匙多一点 这个长度呢 差不多是两寸 两寸 好 就这样子给它卷 卷一下 把这个边上按一下 把它这个长度 大小固定了 就这样子卷过去 剪到最后呢 你就把这个地方呢 捏紧 像一颗糖一样的 水果糖一样的 给它钻紧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好 刷上油 刷上油 然后呢 就给它 把这个肉 差不多是 一汤匙半 不到两汤匙 这样子卷一下 给它压一下 那么 然后呢 就给它 推过去 要紧一点 要紧 好了 就这样子 把它两头呢 给它 转 紧了 一定要紧 这个呢 做好了 就可以拿来炸了 全部要做几包 这个看你自己 不过 今天这个肉呢 可以做八包 这个标准的大小 可以做到八包 如果是做的小一点呢 可以做十包 好 那么另外呢 就是 光是这个一样东西呢 显得很单调 所以呢 就要给它这个 配一点这个 其他的东西呢 一起炸 那么今天呢 我买来的这个是虾片 虾片 这种虾片 在扎货店里有卖的 干干的 红红的颜色的 好 那么这个 用一个筷子 来把它 一面拌 一面炸 油呢 要烧得很烫 好 一面放下去 一面呢 就用筷子 这样子给它拌 一面拌呢 它就会 跑起来了 这个就这么快 我想你一定看到 这个油如果不够烫 它不会长大 而且怎么炸呢 它都是那么小小的 同时呢 就炸皮了 根本就不好吃 不会 冷了也不会脆 好 油热了 放一点下来 一次不能放太多 油不多的话 一次少放几片 因为它膨胀力很大 一片呢 可以长到五六倍 那么大 好了 就这样子就好 好 炸好了 以后呢 就给它 把油稍微 稀干一点 就可以装到盘子里了 好 那现在呢 我就要开始来炸 我这个包好了的 这个 松子肉了 这个松子肉呢 要给它这个小火炸 因为这个相当的厚啊 所以一定要里面呢 要透 那就要很小的火 慢慢炸 那么你也可以先把它蒸熟了 蒸熟了呢 在炸的时候呢 只要是凉了 那么再把它炸热了就好了 如果你怕这个里面不熟啊 那么为了保险期间呢 你就最好呢 就给它放到电锅里头 给它蒸 蒸个十五分钟 拿出来 那么要吃的时候呢 再在锅里头再炸一下 炸一下呢 让它热啊 让它香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呢 差不多快到了啊 这里呢 已经有炸好了的几条 那么这个 虾片 随便你怎么摆 如果盘子大呢 就把这个虾片呢 摆在这个盘子的这个四周围 大圆盘的话是四周围 如果盘子小的话呢 长盘呢 你就像我这个样子呢 就摆在这个一边 但是也不要太多 因为这个 它是一个配料啊 不要选冰多煮 那么主要呢 就是还是要把这个松子肉 给它这个排在盘子里头 看起来它多一点才可以 好 那么同样的啊 我们今天用的是猪肉啊 你也可以用鱼浆来做啊 当然调味料就不一样了 也可以用鸡肉来做 这是今天我给你介绍的这个 银子松子肉 因为里面放了炸了的松子 吃的时候呢 会香香的 那么里面不会觉得很单调 所以今天这个给你加了松子 而且很有营养 好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一周统一时间再见 宁静